要分享 亮光的燦爛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却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吧 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廊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 发挥掉 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吹息拥抱 分享 亮光的燦爛 各位善知识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一起 发持 无上菩提心 来受持 大乘的 八观再见 虽然讲大乘 但是各位不能够离开 世间 人天福报的 实修 这什么意思呢 不管你是修人天福报 修解脱道 修菩萨道 孝顺父母 是最基本的 但是以无上菩提心 来孝顺自己的父母 以对待自己的父母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生命 那就变成大孝 所以我们把孝顺换成小孝 中孝 大孝 所以大孝大愿 穆建年尊者 大孝大愿 地藏王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以这样子的 发心 大家一起来 受持 八观再见 那一开始 当然 我们来祈求 十方诸佛菩萨 慈悲加持我等 乃至 我们为了 我们的家庭 社会 国家 世界 法界 而发心 受持 八观再见 广修功德 一心齐情 传承祖师大德 像我 叫海涛 那我的师父 如虚长老 皈依的师父 法证长老 我的施工 真华长老 乃至 医子天台中 绝光长老 所有的 祖师大德 包括各位您的师父 慈悲加持 感恩护法善神 也感恩管理网路的 我们给他取名叫 大智光网路菩萨神王 希望 透过网路 也可以 护持正法 他得到更大的福报 所以 用一个正确的发心 来受持人 所以 我们供灯 供花 供水 因为讲到 无上菩提心 以大悲心为根本 那我们就要 邀请 招请 祈愿 所有所有的 六道友情 都能够同来参加法会 佛 菩萨 身为颜洁 一切我们都供养齐情 乃至降临 再来 六凡 法界 天人 阿修罗 所有人道 动物道 鬼道 地道 圆心在主 皆来集会 靠着我们的一颗 圆满的 所缘一切 四圣六凡的 法界 这叫 一心 造死法界 入法界信 圆满的心态 来 受死法官再接 也不是光师父 而是我们每个人 你现在一个人在马来西亚 那整个马来西亚 以你为原心 然后 这样子无量无边 随着我们的发心 阿弥陀佛的加持 遍一切法界 我们都在把八观再接 所有的功德都融入了 我这样说 各位要祈愿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忙于修行 乃至于一个修行的断恶 修缮的心态 去从事任何行业 为什么 绝对不要有坏心 做坏事 是八观再接 最主要的意义 告诉我们 一日一夜 绝对不做任何伤害到 别人或其他众生 家庭 社会 国家的坏事 今天 做小偷的 休息一天 骗人的 休息一天 买卖烟酒 毒品的 今天说 不做生意 为什么 阿弥陀佛 宰戒日 就像 台湾人 很多寺庙 做酒 本来他们 古时候人 比如杀猪 杀鸡 杀鸡 杀鸭 但是 九皇大帝 那九天 大家都吃素 做善事 因为他也知道 做那些杀生 卖烟酒不好 但是 至少 幸运果 我这九天 不做 那我们平常人 为了做生意 但是 初一十五 不做 这就是佛陀的 善小方便 就算你 这辈子说 杀猪的 本来要 下恶道 受苦的 但是 你曾经 一日一夜 受 八观 栽戒 那 不得了了 一日一夜 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恶道 你有机会 在二十小节内 遇到三宝 赶快忏悔 改变命运 所以 各位 太慈悲了 我以前 经常也到监狱 特别那些 急刑犯 他们犯的 最重大的 要被处死刑的 带他们 受 八观 栽戒 跟他们讲这个道理 每个人都要来受 因为每个人都怕 能够改判 不要死刑 就算死刑 不要下三恶道 每个人都碰到了 自己生死的问题 都会相信 那 一日一夜 又不用做工 静静的 不要起心动念 来拜拜佛 就可以超越 谁不送 所以 伟大慈悲的佛徒 告诉我们这个 快速消业障 改变命运的方法 所以 一日一夜 八观 栽戒 二十小节 就可以不堕落地域 鬼道 畜生道 有六十万次做人的大福报 乃是 升天做天地 乃是天地的儿子 而且 每一天做一次 那你看时间多长 每一天做一次天人 叫七次升天 七次富贵人 一日一夜 八观 栽戒 谁都听我这么说 经典这么说 那 我们大家 特别在初一十五 今天又是六灾日 十灾日 这样大家发心 特别发起 最圆满的 为利益众生大悲心 而愿成佛精进修行的 无上菩提心 众生很苦 但是 我们要照所有的善法 乃是发无上菩提心 必须以 断一切恶为根本 不孝父母是大恶业 不尊敬施展是大恶业 杀生吃肉 是大恶业 贪污偷盗 是大恶业 搞男女 邪淫 破坏家庭 是大恶业 骗人妄语 是大恶业 喝酒 吸毒 吃肉 是大恶业 所以我劝各位 平常 没办法 必须各位喝酒抽烟的人 那 今天食物 控制一下 一日一夜 控制一下 你就说 我又没守八晚在一起 这个跟 有没有守没关系 这个食物呢 帝皇大帝派的诸大天神 来调查人间善恶 世间的魔鬼派的魔子魔孙来抓 谁在灾日造恶业 他就可以侵犯他 伤害他 魔就是要这样 如果你没有造恶业 魔就没办法找你麻烦 而且你又造善业 那 护法神就来加持你 所以每个月的六灾日 就是这种 各位一定要断恶 免得魔干扰你 修缠 让护法神加持你 那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一日一夜 受持八晚在戒 本来 你要生病了 你把它受好 可以远离病苦 一日一夜 受八晚在戒 你本来有很多业障 要现前呢 可以消除罪障 除了无逆罪 杀父母这些比较严重的 没办法一直消灭 其他罪障皆消灭 一日一夜 八晚在戒 本来我们要发生车祸 火灾 水灾 传染病和死亡的恨死 那 因为你说八晚在戒 这些恨死的罪业消除 一日一夜 八晚在戒 本来我们要堕落三恶道 乃至所谓八难边地 那你受好以后 消除山途八难 这种恶趣的轮回 而且一切满怨 得人天福报等等 乃至将来一日一夜 八晚在戒 终品终身 西方其乐世界 乃至十方诸佛菩萨净土 来世相好庄严 成就佛道 一日一夜 八晚在戒 这就种下了成佛的因 所以我们大家为了依教奉行 佛菩萨祖师的慈悲 为了广传佛陀的教法 透过电视 透过网路 各种方法 这个叫善巧方便 不是手段 手段是有自私心的 这叫手段 善巧方便 是秉持的 无所求的 空性 绝对无分别的 慈悲 去做的 那这个叫善巧方便 目的呢 愿众生离苦 愿众生成佛 大家发起这个圆满的心态 来受持八晚在戒 对自己有绝对的惭愧性 哎呀 我造了多少的恶业 可能要下多少次的地义而轨道 我惭愧 对父母有绝对的孝顺心 超度心 父母生我 祖先传承给我 我永远要孝顺父母 超度父母祖先 让他们离苦得乐 对众生有报恩心 离开众生 我们没办法存在 无量节的轮回 没有一个众生 没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只有爱没有恨 报恩贤 以这个世俗的福报 进一步进入 对三宝有绝对的信心 各位要依此佛法身三宝 来 布施 慈见 忍入 做各种的修行 那开始修行 对因果有绝对的信心 要慰藉 因果 要怕因果 不敢造任何恶业 要广修善业 要相信善恶果报 六道轮回的真理 而断恶修善 所谓慈戒布施 包括前面的 孝宿父母 报恩众生 这个都是身心因果 在身心因果 慈戒布施 得到人间福报 进一步 那是八观在界的殊胜 发起解脱轮回的处理心 但是最障害解脱轮回 最粗重的烦恼就是贪欲 所以寿舍八观在界 除了不杀生 不偷盗 我们还要一日夜 断除男女的淫欲 不淫欲 所以不化妆 不看电视 过午不时 不睡我高考大床 不去上课跳舞上网游戏 这些要断除欲望 甚至了解轮回的痛苦 所以 由身心因果 而发起了解脱轮回的处理心 凡是有生命都要生老病死 谁也没办法避免 太痛苦了 所以你事先再富贵 再出名 再漂亮 我们都知道 那是战士 就像我们看影歌星年轻的相片 多美啊 多英俊啊 然后他再放一张现在老的相片 你会觉得 哎呀一下就变了 但因为我们从外相来看 当然是老了 但是内心 如果他有修行 那是一种成熟啊 那是一种美啊 但是一般人都是看外相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看 世间一切 都是这样苦 轮回 如果有贪嗔痴 哪怕你是皇帝 那你都会造业 都会生死轮回 就像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很多坏事 还在那边高高在上啊 哎呀 我说你要同情他 夜暴迟早现前 因缘惠玉时 果暴现前 包括天上的神现在这么快乐 但是等他 天人的福报 享受完了 升天 搞不好还有机会 投胎做人一点福报 那这个福报用完了 直接都像闪耳洞 所以 你不用羡慕他 你还要同情他 所以这样子去了解 所有众生都像我们父母会老 会病了 赚了这么多钱给我们 养我们 现在却老了 病了 失智症了 天天 上医院 甚至已经植物人了 哎呀 觉得众生很苦 甚至有些众生 满满的在地狱道 饿鬼道 超度也超度过 所以 而对所有 不知道因果 不懂得 出离生死的六道众生 生起 大悲心 各位 这个就进入大乘国教了 所以 由相信世俗的福报 而 生起出离心 而转为大悲心 我一个人 解脱算什么 众生父母更重要 由大悲心 而发起 愿成佛的 无上菩提心 由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叫广修波罗蜜 广修波罗蜜 代表什么什么 就是要体振空性 而不是放弃 人家体振空性 必须在大悲心的行为 以不时来消除 坚贪 正入空性 以慈戒 来消除 自己的毁犯众生 以仁辱 来消除 伤害空性的 称慧 以精进 来消除懈怠 以残病 来消除散乱 以剥热 来消除余思邪见 而进一步 实践方便 愿力制 波罗蜜 这个叫发起无上菩提心 以后 要在利他的行为里面 去体振空性 但是各位 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 体振空性不退转 我们要安忍 所以大乘佛教最强调 忍辱 接受 你才可以消瘾障 为了忍辱接受 圆满刚刚前面所讲的一切心 要一心念佛 老实念佛 各位听我这样说 那我们要发起一个圆满的心态 来受此八观再戒 这个叫菩提道 成佛之道的方法 受此八观再戒 也不是以这样子受此八观再戒 做每一件事情 都以这样圆满的发心 所谓的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世俗福报 出离心 菩提心 这样来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各位今天 最好要多读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拜妮陀宝灿 替众生 消除 罪障 怨众生 将来都能够 依着阿弥陀佛 发无上菩提心 往生净土 好 请翻到175页 我是各位 网路上 有短鬼 一开始 来祈请 祈请诸佛菩萨 利赖祖师 传界法师 传界法师 寿司法官再见 寿司法官再见 大德 一心念 我弟子 海涛众等 今请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为三规八戒本师 愿大德为我等 做三规八戒本师 我以大德顾 得受 清净可见 慈明过 拜 第二边 再一次观想 最深的地狱 疾苦的二轨道 头疼着动物等 这些可怜众生 有情皆有佛性 愿他们 都找回自己的佛性 妈妈孤里伤美大 人类是最有福报 但是 没有听闻佛法 业障众 没福报 却在造恶业 却在追求轮回的痛苦啊 也祈愿 所有人类跟人类往生者 过去 现在 都来受此傍傲再见 乃至 有福报 却有称慧嫉妒烦恼的 修罗道 有福报 但是 却傲慢的 天道 都来受此 把玩在尽 更重要的 对自己最有恩的 县世父母 乃至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历代祖先 六亲眷属 更重要的 累劫累世 在轮回过程 我们所伤害的 杀生 偷到 闲银 口验 为 种种的 冤心赞助 动物灵 接得同来到场 同享功德 这样子 一心招起 愿他们今天的法号 叫 禁戒 他们都得到清净的 来自往生清净阿弥陀佛净土的功德 叫戒律 叫禁戒 所以 第二遍 大德 一心念 我弟子 禁戒 所有 父母祖先 冤心赞助六道众生 男女孤魂 家宅 道场内外 有行众生 皆法民 禁戒 众生等 敬请大德 为三规八戒本师 愿大德 为敬戒众生等 做三规八戒本身 我以大德物 得受清净戒 慈民故 第三遍 我再一次强调 时时刻刻 意念承担的众生 忘了自己 这个是修菩萨道 最最最重要的方法 你想自己 你就 又不甘愿 又有欲望 又怕 坏事做尽了会怕 有福报的也会怕 会担心 但是你一直意念的众生苦 只有慈悲 慈悲就无为而不怕了 超越自己所有的烦恼 慈悲只会 让你更了解真相 开智慧 所以各位 要想着整个法界 就你一个人 在说八方再见 他们才可以减低痛苦 这么多人 正在新冠肺炎 确诊的痛苦 乃至爱别离苦 很多人死亡了 万人肿 没地方买 医生护士也在恐怖的状态 为什么 他爱病人 但是家人 哎呀大家都在忙啊 所以大家一直想着 世界 法界众生的苦 我们承担着 来为他们拜佛修行 不得不如此 大德 一心念 奏弟子 敬见一切众生等 今请 诸佛菩萨 传承祖师 为我等做三规八戒本事 愿大德 为所有 敬见众生等 做三规八戒本事 我等依大德顾 得受清静解 大慈民故 提醒我们大家的 根本导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同时 也提醒了 十方常驻佛法生三宝 更提醒了 所有 护法诸天神 和我们家里的 土地公 地基族造公 一起 加持我们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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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做大供养 我们来说 香花登 chamado 土果 茶食宝 chury 供养 十方诸佛 护法三神 回向六道众神 各位要经常这样观想 你要学会观想 这个是一种大乘的禅定 所有最殊胜的 供养了所有最尊贵的诸佛菩萨 感恩护法善神 那时候六道众生 通享功德 离苦得乐 在这样的欢欣鼓舞的状态 各位千万不要光眼睛看到了 算数我们这个肉眼很可怜 你要是有一点点还是阴阳眼 那你就不恐怖了 因为到处都是鬼神 但是你修到有天眼那还好一点 你还知道有天人 但是你要修到最后有佛眼 你就可以贯穿一切 了解一切 你就会活在真相而不会回在这个妄想 执着里面 什么叫慧眼 慧眼有时候看不到佛菩萨 但至少他看得到真理 所以说金刚经说 哎呦无眼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修完 但是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是各位相信 一教奉行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 现在诸佛菩萨都在你家头顶 因为你一个人在那边受八观在街 诸佛菩萨就降临你家了 整个社区因为你一个 但是同时要慈悲 这么大的功德问一个吗 不是 愿整个社区啊 随着你的发心 这些苦难众生 这些生病的老人 都因为精进的在受八观在街 做各种的功德 他们也得到这个功德加持 所以所有外面的河水江水 都变成甘露水 跟我捏一下叫净土变咒 所有你看得见的地方 你往你楼下旁边看 都变成净土发光了 Om Pukka Om Pukka Om Pukka 通通改变了 哎呀他们快乐了 一起来受戒 再来忏悔 我们齐行诸佛菩萨 离境诸佛 称赞如来广修共养 按照护仙时代人 现在呢就要忏悔业障 不但是自己忏悔 带着父母祖先 雷邪父亲 雷劫母亲 六亲眷属 所有众生都在你背上 各位要观想 好吧 自己变成耶稣基督一样 背着众生的业跟苦 要来替他们修业 再来 我们过去伤害了冤心战术 拿了刀 拿了墙 泼着硫酸 准备让你死得难看 慢慢得癌症 我们跪下来 观想 向他参与 现在有些 冤青战术已经做人了 有些变魔了 有些呢 投胎做你儿你孙了 有些无形了 卡在你身上 一个一个排队 要伤害你 所以有人问我说 这个冤青战术那么多 那么超度后面还有 我跟你讲 排排排排排 排到他方世界去了 我们累劫累势 我们光这一辈子就吃了多少鸡啊猪啊 就像广化老法师打坐闭关忏悔 有一点小神通 蛤 就看到几公里都是他做军人乱战时间所杀的各种动物 这些就把义务反摔摔到广化老法师腿断里 他说他亲眼看到 所以各位如果你亲眼看到 你这一辈子所吃所杀 到你过去所吃所杀 所有动物 你会发现 这下完了死路一条 所以好好忏悔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跪在佛前 下所有冤心在主 磕头 今天有人伤害你 骂你 倒你钱 破坏你 你要跟他忏悔 你不能说他错 是你 我们自己错 这才叫真修行 所以所有印心在主要要报仇了 要让你死得难看 我们赶快跪下来 跟他忏悔 诸佛菩萨加持 跟他谈条件 所有功德的 慰永寿帮晚再见 这样一起 忏悔